自动续费的入口找不到在哪里 没有在APP中付费过 一查却发现已经付了两年的年费 近日不少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 部分APP的自动续费功能中有陷阱 并给消费者取消自动续费设置障碍的问题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 记者就此对有过类似经历的消费者进行采访 当时是充值一个影视剧的一个软件 因为当时只是单纯的想充个会员 然后看那部剧 结果这一个月下来之后 它自动就去了下一个月的 当时还挺气愤的 因为可能大多数人心里都是觉得 10块20块的一个费用可能也比较少 我就忍痛把那个自动续费的那个钮 再找到APP里 然后给它关掉 当时那一个月的续费我就那么低了 我之前呢 冲过那个芒果TV的会员 但是使用以后 我感觉那个体验感很差 因为它广告特别多 然后我就想取消自动续费 但是它那个关闭的选项又藏得很深 消费者进坑容易 出坑却很难 以消费者表示 不少APP的自动续费中均设置了退停障碍 退停入口大多在二级三级的设置页面内 想要取消续定并不容易 当时它扣费的时候 我正在找它那个取消自动续费的选项 但是找了很久 很难找 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扣费通知 看到的时候 我心里特别反感 当我想要取消续费的时候 我发现我需要打开那个APP 去到起码是二三级的这个页面里面 然后具体的去点会员中心 然后再到下面的子栏 然后可能会有取消取费 或者是你去找到你支付的那个界面里面 然后打到那个支付设置里面去取消 总之就是还是挺麻烦的 购买APP会员 本来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 却给消费者带来一系列烦恼 网络消费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相关专家 专家表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和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中 对此有明确规定 一个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然后消费者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那个所谓知情权就是说 他对于所要购买的产品 或者服务的性能 价格 情号等等 他都要有兴趣的了解 那么然后在此基础之上 然后自主做出赤博购买的选择 同时呢 按照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了 那么还应当 在自动续费和自动展示前的5日 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 而且呢 在服务区之内 也应当提供 显著的 显便的方式 让消费者可以随时的取消 或者变用选项 专家提醒 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选择自动续费 且到期前也没有显著的方式 通知到消费者 消费者可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同时消费者也建议 平台要将眼光放大 多把心思用在修炼内功上 不要辜负消费者的信任 首先是我们作为消费者 我们在使用这款APP的时候 出于的是对这款APP的信任 以及对这款APP的喜爱 所以我特别不希望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使得我们对这款APP 产生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情绪 虽然很小的小事 但我觉得很多细节之处 也是在体现了 这款APP的人性之处 吧